小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从这一天开始就正式进入过年倒计时 但是打开手机日历 你会发现竟然会有北小年和南小年之分 小年有啥特殊意义 南北方小年为何不在同一天 记者也采访到了北京大学民俗专家王娟 一起来学民俗 长知识 因为中国的春节呢 它是一个区间 它是由一连串的节日组合在一起构成了 春节所以春节是一个大概念 那这个春节就从大月23开始 然后会一直到正月15步 所以这期间大概有三个星期的时间 都属于这个春节 所以小年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术语叫 春节的起始仪式 它标志着春节的开始 专家表示 作为春节的起始仪式 小年究竟在哪一天并没有官方解释 而南小年 北小年的叫法 也是现代人富裕的 这个南小年 北小年 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说法 小年的一个典型的仪式 就是积造性 造这个 那上古就有了 它是特别重要的 又一定要跟民间的 普通百姓的祭祀行为是清分开的 所以就有了23官方 作为一种祭祀 意识或者行为 然后民间要错后一天 但是后来呢 就官方的祭祀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弱 那这个民间呢 就是比如说南方一些地方 它就保留了 那个24祭祀 但是北方呢 就大家可能更愿意 就是采用皇家的一个祭祀 时间点 小年这一天 为什么要将祭祀 作为重要仪式 对此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除此之外 专家还介绍到 南北方祭祀所用的食物略有不同 这种差异主要是源于 先民们就地取材 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食物 来完成仪式 因为南北方都是清造 但是它肯定是有差异的 就是它的饮食是有区别的 北方可能更多的都是 糖瓜清造 用的是比较素的 就是这个瓜果 什么蔬菜 糖啊 什么的 南方呢 很多的是用的南方的食物 就从宋代有一些记载来看 它实际上就是用 比如猪头 弄一大猪头 然后做鱼 同时还有一种食物 叫卸造团 就是感谢造神的一种糯米团子 专家还表示 对于传统节日 其实不必拘泥于某种形式 我们也可以在其中 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这也有利于赋予传统节日 更强的生命力 我们现在等于是在回归传统 但是又不是完全回归 所以你就看到传统还在变 原来这大约二十二十四 没跟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它变成南北的一个差异了 所以这个传统 它是一种活的嘛 不必均泥于就是古代这么过的 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那种生活方式 感谢观看